古代对于香火延续看得极为重要,尤其是在大家族里,皇室里更是如此。 因此,对于皇帝来说,必须想尽一切办法,让自己的妃子们多给自己生鞋儿子。 但是现代的我们知道,这种事情要看天意,没有办法强求,可皇帝是什么人,他必定会采取一些行动来促成这件事情。 有因史记载,在皇室的宫廷里有一种神秘的配方,可以让妃子们多生儿子。 其实想想,这也不是没有可能,皇帝的儿子确实多了些,比如,康熙就有二十多个人。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儿子的自相残杀,既然存在配方,最先享受到的一定是地位最高的人,皇后。 据说,在她俩新婚的交配酒里,就有这种神秘配方,可以增大生儿子的概率,不过应该只是增大。 时常没有儿子的皇后比比皆是,像留起的皇后,拓拔去的皇后,就都没有自己的孩子,更不用说儿子了。 谈到这里,必须要说一下地后的洞房了。 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,只有造人运动,还有着很繁琐的步骤,进入洞房之后,首先,必须要祭拜神灵。 古代大多都信奉鬼神,相信只要有诚信,就会得到庇佑,天子也是不例外的。 然后,他们还要吃五谷煮成的一锅粥,这代表着他们成为夫妻,以后会在一起吃饭,成为一家人,接着就是二人喝交杯酒。 很多影视剧里还会出现闹洞房这一幕,但在皇帝这里是不可能出现的,环珠格格里的那一幕也不会上演。 一般来说,交杯酒过后,不管皇帝是不是爱着眼前这个女人,他们都会情不自禁,因为这酒里大有文章,如果你以为只是春药,那就大错特错。 皇帝怎么可能这么对自己,那不是春药,而是中药。 在地后的交杯酒里,会有寓意精心调制的中药配方。 这个配方可以让他俩情到深处,甚至还能促进皇子的降生。 皇后的儿子是正宫所出,不出意外的话,基本上就是太子。 所以这杯酒可以说是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呢,但是良较再好,当事人不愿意喝,一切都是白费。 刘盈就没有和他的皇后喝交杯酒,也没有洞房,毕竟他俩是深酒关系。 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我们,自然是不愿意相信这种事情的存在,但是一直以来有些事情,就是无法用科学解释。 或许,历史上真的曾经有那样的配方出现过,不过,这些现代都无法考证。 之前接受过,不过,这些认为是一種方式,德國国家的体制。 如果您在se界限期间,我们开始受过,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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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